一名跟宋慧乔同期的女星 迅速窜红且演技超全 狂懒大奖 出道没几年就登上演艺生涯巅峰 献煞许多影视圈的无名小卒 没想到她却选择在当红之际 结束自己的生命 起初周遭的人都以为是因为入戏太深 情绪低落 因为忧郁症所苦 但众人不知道的是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她沦为影视高层的玩物 甚至被逼迫在四处塞入性玩具 灯台走入美光灯之中 自私欲求不满不是原罪 但伤害到其他人 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不应该 欢迎收看无二慧客室情欲教室 我是何慧荣 今天要跟各位讲述一名南韩女星 选在跟剧中角色 同一天离开人世 从一开始外界不舍推测她入戏太深 无法抽离 但更多的爆料浮出台面 女星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本不是虚幻的剧情 而是现实生活的潜规则 这名女星恰恰是我们过去曾经讲过的 同样是南韩女星张紫妍不甘长期受辱 香肖欲允 点击右上的资讯卡或是片尾都可以观看 这些女星传出都是因为南韩娱乐圈的暗黑潜规则 让她们生无可恋 而今天要讲的正是女演员李恩咒 首先我们先带各位来回顾 李恩咒是多么优秀的一名女演员 1980年出生于南韩全罗北道的李恩咒 17岁就出道 算是青春年华踏入演艺圈 这年不仅在学生选拔赛中拿下第二名 更因此跟同样是刚出道的宋慧桥一起拍广告 算是以模特之姿正式出道 由于李恩咒多才多艺 原先还曾经想要报考音乐学院 所以她的发展是非常被看好的 马上像是庞氏化妆品乐天纷纷找她代言跟拍广告 很快李恩咒就获得电视台的青睐 现是出演了KBS的电视剧《起点》 隔年1998年接下SBS的电视剧《白夜3.98》 虽然还不是主角 但因为饰演女主角的少女时代 被影视圈誉为沈银河的接班人 能被输成是女主角的接班人 这实力不容小觑 这也让李恩咒成了SBS的固定班底 接连又出演了好几部的电视剧 一步一步走进大众视线 知名度不断跃升 现在大家只知道女星宋慧桥很红嘛 却不知道放在当年几乎是没得比 李恩咒太耀眼了 即便只是演演配角都能被注意到 因此1999年李恩咒凭借着松瑜 拿下东京电影节的演技大奖 评审都对于李恩咒全真之中 却带有一丝看透人性的淡漠 这样成熟的演技感到印象熏刻 终于在2000年的时候 首次出演了电影女主角阿珍秀 李恩咒把独特魅力发挥到极致 并以此片拿下韩国大中电影节最佳新晋女演员奖 这时也不过才出到三年左右的时间 李恩咒以自己的演技持续大方异彩 李恩咒的戏约不断 努力用实力得到肯定 终于在2004年达到了人生巅峰 李恩咒跟李瑞震主演的火鸟 在南韩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小 台湾也有播出过 像是我自己也曾经看过 当年在南韩收视率接近30% 真的超级高 这样的收视率到底是多高呢 在当年仅次于大长津 还被网友说成是最想要祝福的荧幕CP 李恩咒还被说成是连背影都会演戏 更拿下了韩国电视圈最高荣誉 MBC电视剧演技大奖 还直接跟男主角一起获得了最佳情侣奖 不止如此 同一年他跟张东健 袁冰和颜太极齐飘扬 直接拿下了票房总冠军 这部电影更成了第25届青龙奖的最大赢家 不过好像是人红是非多 李恩咒在这年还出演了一部红字 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因为这算是李恩咒的转型代表作 脱下人人眼中的玉女外衣 截牌《红字》这部18禁的电影 当然他演技超群就是备受肯定的 但戏中的全裸戏份 让他在爆红的同时承受舆论压力的苛责 甚至传出因此是患有了严重的忧郁症 据说他在床戏之前情绪都很低落 觉得电影的人不是自己 更经常失眠 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此后的李恩咒失去了笑容 但他真的很努力 不停拍戏的同时还一边就读于 南韩韩国大学戏剧电影相关学系 在2005年2月18号毕业这一天 不仅拿下学士 还获得了杰出贡献奖 旁人的目光都是对李恩咒的羡慕 却没人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早已崩塌 隔没几天 2005年2月22日 李恩咒竟然传出了噩耗 他在位于经济道的住所离开人世 年仅24岁 词讯来的真的是太突然了 这时候才有很多人纷纷想到 哎 近期看到李恩咒都觉得他特别低调 不苟颜色 能不受访都会尽量避免 而且在毕业典礼当天 他把帽子压得很低 像是刻意避免跟人接触 这时大家才警觉原来一切都有前兆 那么李恩咒的死亡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消息传出当下 正好是其他电影的适应会 这现场就有不少是当初参与 红字制作的人员 接到消息就直奔汉城大学医院 就是首尔大学的附设医院 因此整个消息很快 就在整个影视圈还有媒体圈不进而走 而他会被发现轻生 是因为当天他的哥哥到了下午 发现完全联络不上人 直觉不太对劲 于是冲到住所一看 来不及了 李恩咒宣传运动服 颈部用了一根腰带细柱 而且还割完了 现场大量血迹 死状相当凄惨 这在事后也被认为 用如此不顾形象的方式了结自己 死意真的是非常坚决 但他的哥哥不放弃 报警叫救护车 希望可以挽救妹妹的性命 最终还是回天乏术 而案发现场 遗留了两封写书 以及三封遗书 据说案发前 他的个人网站上是有预告的 他分享了一篇图文 照片是长发女人低头 坐在满是血的浴室 李恩咒的文章第一句是 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 可以看得出来 李恩咒的情绪已经低落到 可以说是很失控的地步了 不过透过遗书 能看出李恩咒很在意家人 当中写下 爸爸妈妈对不起 我很爱你们 我只是一直很想要拍电影 但是活得根本不像人 我只是想拍电影而已 我不想埋怨任何人 这段话 对照前面提到 李恩咒在出演《红字》之后的低潮 似乎是对得上 有没有可能是拍摄大尺度作品之后想不开 或者是无法得到家人的认同 让他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呢 其实外界也有另一种猜测 说李恩咒所演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红颜薄命 有没有可能是入戏太旋无法抽离 没想到爆出了第三种可能 而且可信度非常高的致命原因 就是南韩演艺圈的X档案 会说可信度很高的原因之一是时间点 真的是自从X档案曝光之后 南韩演艺圈陷入极其混乱 并且有好几名女星相继离世 让人深信绝非巧合 X档案在这边先简单说一下 只是在2005年1月份出现的 广告模特和明星前景推测 专门人士深度访问结果报告书 据说破百页的文件 倒出了南韩娱乐圈的肮脏潜规则 里面呢像是一些私德啊私生活 也被记录下来 让一片的明星都成了重灾户 这当中李恩咒不仅被提及了私生活 就连他在红字当中裸露拍摄的部分 还被刻意详细描述 你可能会觉得拍都拍了 早就上映了这有什么差别吗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为了电影这个作品成品 你可以说是为了艺术 但是拍摄过程 就很多细节那都是隐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激情戏 现场都是要清场的 当然是要尽可能保护这些演员 这难怪让李恩咒承受无限压力 然而并不止如此 后来有媒体爆料 说真正把李恩咒逼上绝路的 是娱乐圈的高层人士 他们把女星当成玩物以及交际工具 这当中最惊人的内幕 竟是公司高层逼迫他 在出席活动之前 在私处塞入性玩具 这只是为了要满足大佬 想要看他的生理反应 完全不顾李恩咒生而为人 需要有尊严的活着 这也难怪李恩咒会因为忧郁症所苦 失眠厌实低落崩溃 如果说塞性玩具一说属实 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因为外界都认为李恩咒是专业演员 根本不存在因为入戏太深而崩溃 或是因为一部电影所引来的舆论而轻生 事情绝对没有这么单纯 只是很遗憾 消息并没有直接得到重视 毕竟也不会有人承认是吧 况且很多人根本不相信 娱乐圈有黑暗到这样的程度 不过对于过去 我们有看到像是讲过的张子妍案 同公司的女艺人多达四人接连丧生 这不会只是巧合吧 但很遗憾 即便如同张子妍案 更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之后 也都没能还给死者公平正义 更别说线索有限的李恩咒一案 我们能做的除了警醒更多人之外 就是一起让这个世界记住他们 毕竟这是一颗在最闪耀的光辉岁月 转瞬消逝的心 李恩咒丧命的同时 这身上的代言广告费用呢 是3.5亿韩元 亲生所产生的经济损失 有媒体粗估多达数百亿 如果不是感受到极致胁迫 却又无力反抗 又有谁会想要在人生巅峰之际 让生命戛然而止呢 希望恶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也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 先活下来 才有替自己伸张正义的可能 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我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无二会客室情欲教室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防疫首选 微酸性电解刺激酸水旺旺水神 全天候喷雾抗菌推荐代码折扣嫌引火辣7 cti567 攀导让您小优惠cti528 多多利用可以享有折扣 我是何慧荣 我们下回见 在这边呢 我们的物化器跟水神呢 都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 只要输入呢 推荐优惠代码cti567 好在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 请大家呢 就可以来享有折扣优惠了 请大家多多来把握了